花莲地形狭长地广人稀 散据在乡村小境上的独居长者相当多 池南村就有许多原住民的独居长者 由于没有小孩在身边 又没有办法用语言跟社福单位来沟通 变成他们要到医院去救诊 没有办法找到交换工具 先议员张怀文接获民众陈琴 就联系了相关的社福单位到了池南村 了解这些独居长者的问题 虽然在科技发达的现代 人手一技的资讯时代里 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手机来寻求社会资源 但是池南村的独居长者 平均年龄都在70岁到90岁之间 由于散居在乡间小道上 要外出看诊也就相当不容易 平日来到池南村的交通车要少 也就变成了他们在看诊就医的意愿上 也就相当低 想说申请一个巴士 让我们部落的老人家 可以更方便的去就医 不要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延误到伤害到他们的身体 对是这样子 现在大概这边有多少个老人家 老人家算起来像独居的 也有十几户 除了独居之外呢 独居还有加起来又四五 四十个人左右啦 所以每个月都要去医院一趟 你现在几岁 81 81岁 先议员张怀文在获得民众成请之后 也邀请了花里县政府社会处 富康巴士承办人员 与门罗基金会 来到池南村了解这几年 独居长者没有交通车的问题 一个月 一个月 不方便嘛 所以一个月去看一次 那原本是多久要去看一次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要去 那你现在就变成一个月才去 对啊 那什么原因 就 不要麻烦小孩子 没麻烦 他们也是很忙 先议员张怀文表示 独居长者身边都没有家人的陪伴 在就医抗诊的行动上 更需要社会福利单位 给予行动的帮助 这个池南营业部的地方 有很多的长者 有时候需要去布建 所以互抗巴士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请到 我们社会处 等一下有承办人员 以及门罗基金会 承办人员 等一下会来说明 如果各位有什么需要 花莲县政府来服务的 那我们就尽量来提出来 如果有需要服务的 这个大家就不要客气 那我想互抗巴士 我们花莲县政府 委屈正会县长 他有这个社会独立工作 我们他结合门罗基金 就是希望说更多照顾我们 那边缘的地方 更需要把更多的关怀 那等一下我们也来进行一个双向的沟通 让门罗基金会也能够了解地方上的需求 不远辽阔的花莲县有许多村落都散居在偏远地区 独居长者就一看一交通问题始终是目前最大的需求 而社服单位的电话服务人员 无法以主语跟部落长者做有效的沟通 这也是他们目前遭遇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也希望社服单位能够重视他们的问题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 请订阅任权 感谢观看